更不用着急,记者中部最好报道 关心南台湾的震灾,南投的这间寺庙也特别就在大年初一举办了祈福法会 为灾民们一起来集气加油 而许多民众也都来参加,希望能够祈求平安 首席法器为灾区民众祈福,南投雷丧四 在中国宗创办人连申伯佛带领下为台南震灾,祈福消灾 祈福加油 这次祈福法会最主要的还是在帮帮台南的地震 那么我们对于王者就用超度的方法 把他们超度到清静的国国 那么对于受伤的人帮他们祈福 让他们能够很快的能够全意 地震重创台南,连申伯佛创办的华光功德会 也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发放物资 那里已经设置了一个物资发放的一个单位在那里 另外我们还募集了很多的款项 直接转交给台南市政府 连申伯佛一一发放象征平安吉祥的红包 希望能与民众结缘 也为大家祈求平安 而长期关怀发展持缓儿童的连申伯佛 也不忘在初一这一天向早聊协会真正善款 希望小朋友们可以在协会的带领下自己自足 记者综合报道 大年初回娘家 尤其今天放晴了 天气是非常的好的 而且灰